雲林新羅的年米廠金農米 在上午發生火警 包含年米設備 還有米倉都陷入到火海當中 火勢還波及到了旁邊的冷凍 倉儲廠房 消防局獲報之後 前往灌救 幸好無人傷亡 火勢是在下午的五點二十三分 撲滅 黑煙直竄天際好幾公里外 都可以明顯看到 火警現場火蛇不斷從廠房 竄出 火勢相當猛烈 十四號上午八點四十分 位於西羅的金農米年米廠 發生火警 大批消防車輛與人員趕往搶救 不過由於廠房內 都是易染的稻穀木板 到廠時包括年米設備和米倉 都已經陷入火海 年米廠業者表示 因為週日並沒有上班 廠房內沒有員工受困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火警 現場已延燒達三百坪 消防人員全力防堵火勢延燒到周邊的建築物 但僅林聯米廠的冷凍倉儲廠房還是受到波及 消防隊立即升起雲梯車灌救 不過火勢至十四號中午 仍相當猛烈 還向昌華縣消防局請求支援兩輛水庫車 直到下午兩點十五分 火勢才獲得控制 至於起火原因仍需進一步調查 記者王威雄 邱紫北 彭彭群 雲林報導 可以選擇 谢谢大家